来到人称火烧岛的绿岛 最热门的旅游行程就是监狱旅游 这里曾经是令人文之色变的高度管理隔离监狱 如今在旅游观光的带动下 过去的营房变成人人必访的热门景点 使得这座绿岛人权文化园区 变成了绿岛最重要的旅游资源之一 然而也是因为有这样一个以监狱为出发点的观光资源 相关的伴手礼商品也应景而生 成为来绿岛的游客逼逛的店家 我们绿岛这边是以监狱文明 在台湾犯罪的重刑犯都会关到绿岛来 然后它开放旅游之后呢 我们想说既然游客来这边需要纪念品的话 那大家对监狱印象很深刻 所以我们就以监狱为主题 来开发这个一系列的纪念商品 那我们的T恤呢是以犯人 就是可能一般的犯人都很凶恶 那我们就一比较可爱的方式来给它呈现这样子 还有以监狱为主题的冰店 也是炎炎夏日 您不容错过的消暑甜品 冰品的命名 我是参考监狱里面的一些名词 所以命名的一些像监狱冰啊 会客啦 放风啦 绿岛一定要吃到的就是海草 因为绿岛它们的海草是在当地才有 采集也比较复杂 当您下次来到绿岛的同时 千万别忘了也多多支持这些周边相关的店家 不仅能让您会心里笑 更能激发您的创意哦